这天,金木闲来无事和朋友在咖啡馆打发时间,却意外遇到他心意已久的女神力士,并且获得了与女神约会的机会。 力士在和金木散步时,力士竟露出可怕的面容,意图生吃掉金木。 原来力士是一种名叫餐种的变异人种,他们将人类作为唯一食物。 就在关键时刻,力士却被从天而降的铁板砸死了,金木醒来后,发现医生移植了力士的器官救活了他,金木却由此变成了餐种的一员。 没多久,康复的金木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摄入人类的食物,平日里香甜可口的食物现在如同垃圾一般难以下口。 金木还时不时地看见死去的力士,自己的右眼也变成了餐种的样子。 他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,终于忍受不了饥饿的金木在外流浪,看见路人白花花的大腿,胳膊让他更加饥渴难耐,恨不得扑上去咬两口。 突然,他闻到远处传来一阵肉香,他寻着食物的味道,找到一个巷子,遇到一个正在啃食尸体的餐种。 金木虽然饥饿,但是他还有人类的意识,没有上前抢夺尸体。 这时,一个眼镜男突然出现杀死了餐种,甚至还想杀金木。 幸好咖啡厅的服务员董香及时赶走了眼镜男,才救了金木一命。 这个董香也是餐种,金木在董香的介绍下,牺牲于餐种群集的安全区咖啡厅内。 这个咖啡厅上至老板,下至服务员都是餐种。 金木还了解到咖啡馆里的餐种都是以野外已经自杀者的尸体为生,这里的餐种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,没有杀戮,没有追逐,只有安定,平和。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,餐种对策局CCG的上等搜查官白哥已经盯上了咖啡厅的常客辫子妈。 原来是CCG之前捕杀了辫子爸这个餐种,顺藤摸瓜,找伤了辫子妈。 就在母女俩准备离开这个伤心地时,被白哥和亚门拦住,辫子妈为了掩护女儿逃走,独自拦下两人。 可惜,双拳难敌四手,最后死在两人手下。 辫子逃回咖啡厅后,董香得知了这一切。 他看着失去伤心的辫子,很是心疼。 对于CCG残忍杀害无辜参种的行为更加不能忍受,于是找上CCG的探员准备为辫子父母报仇,却被突然出现了探员白哥偷袭。 原来,他早就料到会有人来复仇,董香自知不敌,所以并未恋战,而是迅速逃离。 半夜里,金木却意外发现了受伤的董香,他好心想要帮董香包扎伤口,被董香拒绝了,董香只留下一句, 我这种杀人凶手是该死,但被杀的却总是辫子妈,辫子那类善良的参种。 金木看着董香拖着身体离去的背影,很是心疼。 原来他在不知不觉间喜欢上了董香,与此同时,他意识到参种和人类的矛盾不可调和,参种和人类不一样,就是罪。 不管参种是好是坏,对人类都是威胁,都不该存在。 此时的金木内心不再摇摆不定,也许是因为他遇到的参种大多善良,所以他很同情参种中的弱势群体。 觉得世界不公平,他要纠正这个错误,他决定与CCG做斗争。 于是,金木不断训练作战技巧,凭借参种强大的复原能力,金木在高强度的训练中迅速成长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双方的局势越来越紧张,情况移出其发。 做好一切准备的CCG,利用辫子妈的遗体引诱辫子,也就揭开了这场战争的序幕。 白哥等待着前来收尸的辫子,却没有急于杀死他,而是利用他引出咖啡厅的众人。 发现情况不对的董香,及时赶来救下被白哥紧追不舍的辫子。 然而白哥比董香强上许多,董香始终处于被动,白哥终于拿出秘密武器对付董香。 而看到白哥手中用他母亲的遗体制成的武器,辫子整个人崩溃了,董香不敌,身受重伤。 白哥看着眼前惨败的董香出烟稀落,董香虽是强弩之末,仍不甘地反驳道, 他们出生就是餐种,好不容易被抚养长大有错吗? 为了生存而吃人有错吗?餐种为了生存而吃死人肉真的有错吗? 人类不也吃食各种生物吗? 但已经偏执的白哥却并没有理会董香,正准备给董香最后一击时,本已陷入崩溃的辫子,又见仇人又要伤害他的同伴,终于激发出餐种强大的异能,偷袭白哥。 局势瞬间发生改变,董香见白哥被打倒,劝辫子杀了白哥,辫子却不愿意,辫子知道杀死仇人白哥也换不回失去的父母。 但缓过其来的董香还是选择杀死白哥,彻底解决这个隐患。 而另一边,金木结下了赶去支援的亚门,两人发生了激烈的打斗。 亚门认为餐种存在就是错误,CCG正是为了纠正这一错误而存在, 金木却认为CCG过于片面,不管好坏,一例杀害的行为过于残忍。 随后,金木对着亚门就是一口,或许是血腥的味道唤醒了金木意识中参种的野性。 在接下来的打斗中,占据上风,最后一举将亚门击败。 就在金木准备对亚门下杀手时,却看见血魄映照下自己那张鲜血淋漓的脸, 以及疯狂的眼神,血腥又恐怖,简直就是魔争的餐种。 这不是他,终于理智,战胜了野性。 清醒过来的他,放过了亚门,只留下一句便离开了。 金木找到了身受重伤的董翔和辫子,带着两人离开。 途中,辫子问他们,他有资格生存下去吗? 金木肯定地告诉辫子,有,便一起离开了这个硝烟散尽的战场。 过了一段时间,虽然好的辫子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, 离开了咖啡馆,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生活。 万幸,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辫子纯洁的内心, 他依然向往阳光,而咖啡店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 但参种于人类的战争并未结束,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这部电影是根据日本漫画《东京十诗鬼》改编的, 就内容上还原度还是不错的, 其中金木被摇后,内心的挣扎是生存还是毁灭, 在他人与参种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。 正如董翔所说,他们生而为参种,他们有错吗? 为了生存,他们有错吗? 为什么人类就可以肆意杀生喂食生存下去,而参种就不能呢? 回到现实,当不同的种族出现时,人类会不会如同电影一样, 对它们赶尽杀绝,不管其中好坏, 只要是和人类不同,就能随意杀害, 种族不同并不是能赶尽杀绝的理由。 万物皆有灵,寻找其中微妙的平衡, 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儿,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原片, 欢迎大家在讨论区留言,一起讨论哦, 咱们下期再见!